我MCG是直接把自己的位置 更加的往中一点的方向 这边直接拼杜楼也拿了一个 抽你 你只有被抽的份 我总感觉是TMA这波 有点像赌圈的感觉 但是我不知道我这个判断对不对 有点像 脚步能太判出来吗 侧翼的白了马已经掉了 对没有角度啊 看到一个背身出枪 小灰直接被放倒 但是朱迪也是暴露了位置 与这波 battle 开门打开眼枪 吴弟弟 打完之后再关门 再人投注 我瞧我这波操作心灵流水 小雨之后这是一个空暴 差的时间稍微短了一点点 这个男想还以颜色 给一颗预判雷 小羊血量刚打起来 再顶一波 就在这个 屁股的角 我小宇宙 这波巨幅打得也太果断 而且确实个人能力 发挥的也是灵力尽致 哇真的 这波小五弟弟 在这个门玩的是 有来有回的 蓝蝶华云游生步 这是 他的闪也认得好 是的 另一边逐路上 cdb跟fk 有波正面的冲突 温利比尔直接开野 今天小熊的状态太好了 温利比尔 这么久没打比赛回来是吧 对啊 私底下连的也够 在需要他的时候 他随时都能抵上 又是温利比 又是SKS 三倍击SKS架到的 你看温利比尔 这个状态好 过点 没有听到 没有听到 王宣造成那是六的底波的 这边直接被打侧身 然后把自己给补掉了 这一波打架 反而是会给侧翼 就是男不 在打架 有机会上来劝吗 他现在是没有信息的 主要是他地位还有一点远 因为前点的挖码 并没有再往上面去开车 前进了 还是温利比给拿下的 要进进 先把 自己率先先放倒一个 一个低方 先阻止对方的一个 上山的进行节奏 小羊要拖 小羊要拖一拖 回回马上就到 然后小五弟弟在这边的幕房 在架枪 但这个位置 只要天把不往上面去挺的话 其实下山的异 并不是很大 七七直接将小羊给连打逮捕 那一看这种情况 回去了呀 是的 两个人同时出枪 自由的话 这边的减制 一把AK 这把枪确实在近点的 说话的权力还是太少了 这波感觉低梯的站位 确实是 学校是可以当保镖的 但是现在学校很尴尬 就是游泳馆好像都是 不在 不在圈内 游泳馆一看 这一波有分来了 看 F2能不能这边接住 游泳馆 但是跳车的速度太极了 这一波直接摔倒了 老崔的出枪 南南直接被打掉 但匆匆是K到了这一番 这波四人 三人墙顶 是给游泳馆打了一个措手 而且游泳馆一把撞得太好了 车上下得住了 但是直接用枪 他第一时间也没时间去 这波吹枪 感觉像是停车接客一样 停下来 我先收一分我们再走 小C第一时间没开枪 太冲头 我相信了 这个平台的话 对于天霸来说 要稍微的抗压了 这波的那个枪 当时一直在给这个天霸压力 没有了 TY TY也来了 教育的收枪忘载 直接被击倒 这位置待不了 说实话 这个位置待不了 但是 又有个问题 那这个位置待不了 还能有什么位置呢 也没有什么位置 TMA和巨幅 知道你这边人少 直接一车三 两车三男开过来 对的 轻松 快速的解决掉巨幅的两人 但是这一波的冲击的 这个timing 也是给到 Pero一波 这个拉阵型的一个时间 三个人 四个人 已经阵型全部排好 但是这与此都是 4AM来了 再压缩 再压缩 圈边的一个 队伍的活动范围 活动空间 这不是有点亏了 是的 就差那么一枪 但是 刻意出枪 自己没办法了 不能再去一点了 小C这边想 五分的时候 马云龙的出枪 Galway直接将AZ给补掉 电阶的给TMA缓了一波压力 TMA这波 这个要上传进行反制了 马云龙一颗手雷 而彻底 黄一铭在出枪 把小C打掉 看的话 目前双方的人员 伤亡是非常惨重的 TMA要是个时候 顺势接管战场 来了 单单 来了来了 来了 露露直接先将 黄一铭给打掉 一个大坡的出枪 就差一枪好急啊 一直为头不倒 对面是铁锅的 完了 这波有点小马 不过问题不大 队友补枪了 这波 很难受 鱼人在制高点 一直想要去找一个 很好的角度 但许生那边 直接选择扶地一趴 看到车后面有一个 但是没想到 露露的出枪 EBB直接被撂倒 小虎想要立功 但是还没有看到 底部的人 直接又被打残 对背部 但是能打回来 鱼人 鱼人 再不来 顶不住了 兄弟们 正面一波出枪 先打一个 铭枪失忆 减缓了正面队友的压力 于是同时 还在这个 与对方迂回 鱼人的这个点 虽然想了枪 但是TMA这个动作 就只能够 硬往他的右边去打 因为这边的信息 导人的情况 他是很清楚的 鱼人打 拖鱼 是的 鱼人打 库尔巴是真准 你丝毫不带手软 最终 一阶段的篮球伤害 是直接带走了 自己 而另一侧右下角的时候 但是没办法 现在打谁都不行啊 对 那时期现在 在整个南部的山头 是一家独大 三个人拉过来 看看这边 有没有机会 能抽抽把 然后小鬼一个人是 死守自己的山顶 害怕自己 特意屁股来人 是的 这把天鹿 也是拿到七个淘汰 小北是把原点 匆匆祈祷 有机会能救 直接扛回来 哎呀 被捕掉了 站位呢 其实是跟DTC是一样 他俩都是另一共同体 对 别看有个房区 其实你的位置也是一样的 就是你上也上不去 下也下不去 就他非常依赖圈的回切 如果没有圈 就很难打 天鹿也是卡得很死 不给对方任何机会 是 实行那边的话呢 也是做了一个调整 这边交洋的出枪 木子里直接直接被放到 感觉下面 脚步看愚人 能不能第一时间发现 确实你看天鹿那边的 下山的地形太平坦了 没办法 MCD也是把队伍给扶起来 但是王老菊的一波出枪 BQFISH直接被打掉 木子里一颗雷 将胶羊给炸到 老菊也随后被淘汰出绝 北边的两个队伍 打的是不可开交 SMS有想法要过来去劝一波吗 还是说要等一等 双方的一个倒地信息 SMS依旧是在空图 这波天鹿是一步走二步休想 一波推进给MCD打了 但是MCD的防守力度 还是比较强的 做得非常不错 在SATA进攻的同时 还被MCD一颗手联系 直接劝退 那这样的话 反手喊了一下 SMS 两边都不在圈 现在755有点难搞 哦 但是圆子的没空 还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755这个位置 因为太迟篮球伤害了 两边都要同时动 这样的话 过点的时候 也是被对方发现 只能两边互换了 马上四支队伍 把SMS又进入到了前四 这两场就是前 上一把跟这一把 就是SMS在前期 就是中期 前中期的这个缺情 给的都还非常不错的 女人那边是 买倒了一个 买倒了一个 之后是可以扶的 但是自己的进点 只有一个人 那搞不了啊 还是比较轻松的 小枪呢 一滴血赶紧撤 队友也被扶起来了 赶紧进行一波 火力上面的支援 因为现在RBS的信息 和SMS 零伤亡的去把 RBS给防守 接住 这个时候 他死都进攻了 自己被排了 不还好 队友的补枪很快 哇这波差一点啊 因为12月当时 枪已经吹出来了 是的 好在是 不对了 不对了 没办法对了 但是这边想打药 直接雷一颗雷 小北的雷 这也就炸到了 一分之间 好的 没问题 恭喜17 10个淘汰 今天17 在海岛替风 是连这个吃下了两击 那这样的话